好的同學 再來我們看到第二個焦點 那就是根式大小關係 以及雙重根式 首先挑出來的第一個 我們看一下根式的大小關係 這裡面老師分成兩個重點 第一個 你可能沒有看過 打一個小小的信號 這個主要是在告訴你 有關根號 這個不等式的關係 這個是這個樣子 你看 A B 兩個人分別開根號之後相減 一定會小於 先相減 OK 再開根號 原來是這個樣子 兩個人分別開根號之後相加 一定會大於他們相加之後的開根號 喔 這個感覺 這個如果你要進行簡單 減的話就配合小於 加的話就配合大於 越加越大嘛 越減越小 原來這個意思 當然這只是技巧而已 不要忘記 它是根號 所以A跟B 全部都要大於0 而且後面的根號是A-B 裡面一定要正 所以A要大於B 而且要大於0 下面這個畫起來 OK 原來如此 好 這個不用講了 這是A加B 所以呢 基本上就沒有A大於B的要求 不過 A跟B 都是要大於0 畫底線 OK 這個我就不再強調 你應該很清楚才是呢 好 那後面呢 用個簡單翻例 你舉不到反例喔 這個是很簡單翻例 像根號16是4 根號4呢 是2 4-2 就是2啦 這邊呢 這樣減 跟號12多少 3點多 3點多跟2比起來怎樣呢 老師當然是大於它 所以開口就像這邊 這個呢 以此而類推 你可以試看看 OK 所以老師 這個好 好同學 那除了這個翻例說明之外呢 老師呢 再講一遍 也會寫一個代數證明 來告訴你說 跟號A減跟號B 確實會小於跟號A減B 老師了解 同學你要注意喔 這個是小於還等於 老師是小於 如果不是等於的話 代表是所謂的 不等式證明 那我講過了 要證明不等式的話 基本上就是在比 兩個數的大小 你把左邊 當成一個數 把右邊 當成另外一個數 等於就是在比較 這兩個數大小是嗎 老師有道理耶 那我講過了 比較兩數大小方法有兩種 第一種呢 是靠相處 比如說 B出於A 這時候呢 相處的話 是以誰當基準呢 是以1當基準 這你比較會喔 如果等於1 就代表是A等於B 那如果大1的話呢 就代表是B大A小 分子大分母小 所以就大1 如果小1的話 代表是分母大分子小 大家要記我的意思沒有喔 好這是第一種 OK 那第二種的話呢 告訴老師 怎麼做呢 老師 當然是A減B 那A減B的話呢 也可以幫你比到小 用誰當基準呢 用0 如果等於0 A就等於B 合理合理喔 那如果大1的話呢 就是前面大 A大 B小 如果小0的話呢 就A小 B大 喔 這兩種方式 都可以幫你做 比大小的工作 你可要牢記 再新的喔 這國中應該也教過了喔 幫你複習複習 老師 那我們這一題要使用哪一種呢 殺雞 應用牛刀 一般的話使用簡 就可以了喔 不過同學你要注意喔 我們在簡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這個左式 跟右式 都有根號 有根號 要比大小 你記得嗎 國中可加過啦 老師要先把根號 給幹掉 沒錯喔 那你要怎麼把根號呢 給幹掉呢 很簡單 再來就是要平方 喔合理合理 所以同學注意喔 我在證明過程的話呢 這不用吵 講一本語喔 證明過程的話 左式跟右式 我都分別先平方 平方的話呢 主要就是要把 根號 想辦法做掉 左式平方等於什麼呢 OK 等於這個樣子 根號A 再點掉 根號B 括號 平方 平方之後呢 這個等於A平方 A平方之後等於A嘛 對不對 我講過 整個平方的話 消掉之後 裡面照抄 這個呢 平方向 N正 加B平方 中間向我寫後面 兩倍的什麼 根號A 乘根號B OK AB都為正 所以呢 它代表什麼 變成兩個寫在一起 這樣可以吧 這個呢 我如果給它第一式 變成這個樣子 好 再來看到右式 右式平方很簡單 OK 就會等於 根號 A-B 括號平方 那我講過同學 這個呢 整個平方 平方跟到底下 裡面只要照抄就好了 就等於A-B 歐龍式 這個呢 就第二式 好 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同學不要忘記喔 我問你一句 我們現在把兩邊 都平方了 你認為會影響到這個判斷嗎 不會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因為 因為 如果假設好了 A-B大二零 對不對 就是A大 V小 一個大數平方之後 OK 還是很大 小數平方之後 還是比較小 所以 A平方 2-B平方 還是大一點 所以老師 我們平方之後 沒有影響比較大小的 沒有沒有 還是一樣道理喔 那我們怎麼做呢 你可以用2-1 或者1-2 都可以 反正 都可以消掉 A嘛 OK喔 那我們再來 我們用1 1-2 減掉2 好 那我們可以得到什麼東西呢 這不見了 這個B 減掉-B 變成2B 對不對 這個呢 稍稍 減掉兩倍 跟號 AB 這樣可以吧 然後我再化解一下好了 有供應數二往外提 裡面剩下B 再減掉 跟號 AB 這樣可以吧 換同事 那你現在先減了 對 這樣點筆大小 如果這個出來大一點的話呢 OK 那就是1大2小 如果出來小0的話呢 1小2大 合理合理 這個你要判斷喔 這個到底正還是負 OK 就大來0或小來0 不要忘記喔 現在解釋以0 當接準 OK 2不要管他 所以你只要判斷什麼 裡面這個人 是正還是負 就可以了 原來是這個樣子 這個你要稍微注意 如果你不懂的話 你可以舉翻例 直接套進去 就可以知道了 同學你不要忘記喔 這裡面的話 我剛才講過 A要大AB大來0 OK 所以A要比較大喔 老師 A比較大呢 對 同學 你可以舉翻例進來啊 A比較大 這邊舉翻例 對不對 A我們舉翻例是 4合 B比較小 我們舉翻例是2 這個就是2 很快嘛對不對 你看呢 真號4乘2 真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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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號8是2減多勒 所以快到3了勒 對啊 當然比2 還要大 OK 這2減掉一個比2大得住 正還是負 哇 老師 是負的勒 負數乘以正數 還是負數啊 所以答案出來 就是小而0 大家聽著嗎 很簡單吧 OK 當然是這個樣子啊 很快就可以知道小而0 看一下頭尾 這個減這個小而0 哇 那不是 那我們就出來了啊 OK這個什麼呢 這個前面就會小 看這裡 這裡 這個就會小 這就是大 所以小減大 才為什麼呢 得到小而0的數啊 哇 那是 OK啦 所以 所以 OK 這個就比較小 往回看 左式平方 會小於 右式平方 我講過 平方拿掉一樣 還是一樣的 左式呢 就會小於 右式 那左式誰呢 就是什麼呢 根號 A 減掉 根號B 就小於右式 根號A 減離 有正 這樣可以嗎 這麼簡單 對啊 講一本優先啦 你可以參考 參考 反正 我講的邏輯 你一定要給我聽懂喔 聽不懂 可以再repeat 一次 OK 那這個證明 一模一樣 自己看 反正你多寫 你就會多進步了 了解 我的意思沒有 以上就是有關 第一個證明 再來 我們看第二組 分式大小關係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技巧而已 看好囉 但是A K BA 怎麼畫起來 皆為正整數 正整數 如果這種情況出現的時候呢 同學你會發現 通常來講 我們是要求誰 求 先起來求K 換句話說 題目會給A 給B 然後求K 那我們怎麼做呢 其實呢 我們這樣直接看 也可以知道K 是多少 舉例來說 OK 比如說 講義有 這範例講義什麼 不知道 OK 比如說10 跟到10 小於K 小於跟到18 我問你一句話同學 其實這樣的話你可以直接看出K為多少嗎 K為正整數喔 老師我知道啦 10大概3點多嘛 他大於他應該是4吧 去看一下 這個18 4點多 那K就是4啊 對 其實這樣看也看得出來 OK 有時候比較難看出來的時候 我們會怎麼做呢 OK 老師 我們會怎麼做 我們會 這樣做 會直接呢 這裡 OK 這什麼呢 把它平方 喔 原來平方 三邊平方 變成10 中間變成K平方 這個平方變成18 喔原來是這樣子 所以 我們K就可以知道了 好像比較簡單 對喔 告訴老師 K正整數 那我們就可以試試看 3 3平方9 還沒有大於10 OK 4 4平方 16大於10 16 A小於18 所以呢 K等於什麼 4啊 那聽懂我的意思嗎 喔原來如此 所以你看看喔 這樣比較容易看出K 還是這樣子呢 喔就看你 我就覺得差不多啦 可是這個事情就簡單喔 如果複雜的話 我們真的說 把根號給拿掉 就比較容易看出來 喔原來如此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再看這個範例 那如果這個呢 跟他不太一樣 我們題目呢 一般什麼 都是求K 對不對 老師超級奇怪喔 這是K小於跟號 A小於K加1 這是一個 不要看錯了 OK 懂不懂 所以這個K在中間 這K在兩邊喔 題目會給A求K 一樣的AK 結為正整數 那怎麼做呢 一樣道理 我們習慣把根號拿掉 這三邊平方 就變成這樣 喔 當然可以 對 當然可以喔 比如說 你看那個範例 你說K 小於 跟號10 再小於 K加1 這個其實是括號 OK 告訴老師 那你認為這樣 答案多少 K老師 其實我直接看你知道嗎 根號103點多嘛 對不對 他小於3點多 所以K應該3 這邊就加1是4 4 應該就對了 OK喔 這邊3 這個就是4 OK 因為4的話呢 會大於什麼 3點多 所以呢 K就等於3 這樣就看出來 這也沒有錯 可是你可以怎麼看呢 三邊平方 變成平方 這小於中間就是10 這邊呢 記得要括號 K加1 括號平方 好 那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解除K來囉 OK 這樣是比較容易去推敲 看一下喔 K如果3平方9 9小於10 合理 對不對 老師呢 2平方4 也小於10 那如果是2的話 這邊變3 3平方9 就沒有大於10 喔對 所以一定要3 3平方9 3加1次 4平方 16大於10 喔 所以K K就要等於3 大家聽懂沒有 3才符合這個不等於是 喔原來這麼簡單 對啦 這只是個小小的技巧而已 當然也不盡然全部都要這麼做啦 可是我告訴你一個 現象就是 如果我們在大小關係裡面 看到跟號 我們不太喜歡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跑點頭了 所以我們當然希望 把跟號拿掉之後 再來做判斷 目的只是為了要快一點啦 了解嗎 比較好看啦 OK 當然不拿掉跟號 如果你能判斷出來 那就OK啦 老師有道理喔 好以上 有沒有問題 就是有關這部分 更是 以大小 裡面用一下喔 這個還蠻好用的 這個是基本的 運算技巧而已喔 OK 也就大小關係而已啊 這樣了解 我的 意思沒有 OK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再往下喔 同學 你看 這個跳出來的東西喔 有點滑稽喔 開玩笑 這個是國中教過的 你不會這個 也很尷尬 OK 好 我寫在這邊喔 想一本有一個另外一個證明 這個證明呢 就在寫第一個等號 為什麼這樣 這個也不算證明了喔 我就直接寫了 因為它這個東西其實 蠻簡單的 同學你看喔 這個等於什麼 等一下我會直接寫答案 那過程呢 我寫在右邊 給你看 好不好 因為版面的關係喔 我直接寫原式 好 這等於什麼東西呢 這個拉過來 好 就變成這樣 這個呢 將乘AB 將加AB 喔原來是這個樣子 同學你看喔 那我問你喔 未來湊成何的平方 那A 可以怎麼寫 所以A你可以寫根號A平方啊 對沒有錯 記得喔 平方根到底下 在外面的嘛 所以答案就指A 不用加絕對的值 那B 我一樣可以寫根號B 平方 OK 後面的話呢 我可以直接加 兩倍的根號 AB 這樣可以吧 變成這樣來看的 那這樣的話 等號是成立的喔 那告訴老師 這時候我把什麼呢 把A 根號A 當成以前的 A 把根號B 當成是以前的B 老師 OK 它變什麼呢 就變成了 A平方 B平方加2 KB的嘛 這個根號AB 等於根號A 乘根號B 哇 這樣的話很簡單嘛 這樣可以直接括號起來了吧 OK 根號A 在中間是加 根號B 再括號平方 好 Check一下 成號有沒有成立 有 這個 等於 根號A 平方 加根號B 平方 加2倍的 根號A 乘根號B 就這個人啦 喔 原來合理合理喔 這樣答案就會出來了 我怎麼教你的 注意同學 這個平方是在整個外面平方 裡面呢 是裡面喔 是先平方再根號 一樣可以小 那我講過了 先平方再根號的話 下掉以後怎麼樣 一定要絕對詞 太重要 太重要 好寫這裡好了 OK 一定要絕對詞喔 好絕對詞 裡面呢 我們就照 根號A 再加 根號B 一定要加一個絕對詞進來 OK 原來是這個樣子喔 好 那我們當然 要去絕對詞 就要判斷 根號A 加根號B 正還是負的 喔 原來如此 當然正的啊 跟到裡面這個A正的 這個正的 這兩個正數相加 還是正的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拿掉 絕對詞 所以答案 就是這個 喔 根號A 加 根號B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看到這種情況的話呢 答案出來的結果 當然就是根號A 再加上根號B 這樣可以嗎 同學了解了嗎 這一看心算就看出來了 OK 第二題要小心一下下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減 那減的話 根號裡面 一定要正 所以你要記得 你在寫的時候 X的平方 A-B 括號平方 那個A就要大於B 否則會變成負數喔 喔 所以倒是 這一樣道理喔 這可以變成根號A平方 根號B 平方 所以我們在寫的時候 應該寫根號A -根號B 這裡 還是寫根號B -根號A呢 老師 要看誰大囉 對沒有錯喔 畫起來 我下面條件是寫 A大於B大於0 當然不一定了喔 這個情況是A 比較大 A比較大寫前面 大數 -小數 就正大 喔 老師我懂了 出來答案就是根號A A比較大 -比較小的根號B 好那就可以了 答案 就是 如此 有沒有看到 很簡單 很簡單 這個呢 就是之前 我們教過的 雙重根式 雙重根式 你看喔 裡面一個根式 外面一個根式 那就叫做雙重根式 這個國中就學過了齁 所以我們大概 複習一下下 那就可以了 那等一下會有範例 你一接就可以知道意思了 了解嗎 同學你不要忘記了 這個 相加AB 相乘AB 這是關係式喔 等一下 它會湊成數字 你等一下知道啦 反正這兩個相加 一定要等於 不等於啦 這個位置是兩個相加 跟到裡面位置 是兩個相乘 喔 原來如此 了解我的意思嗎 當然 這個都不在話下 反正這個比較重要 這個 考比較少 因為這是國中的範疇 OK 我們高中只是在借花借火 過程有可能用到 但是他當主角的機會 小 OK 都不知道我的意思 好啦 如果沒有問題 這個版面大概就這樣 我們再往下看囉 好的同學 馬上我們就看到一些小學長 來測試一下 你對剛才的所學 有沒有學到骨子裡面去了 首先你看到第20題來 跟到12減掉跟到7 大於跟到5 對還是錯 你要很敏感喔 我剛才講過了 12減7剛好等於5 這邊如果寫6的話 那就剛才的不等式 就不適用OK 當然這個可以嗎 可以 12減7剛好等於5 那我講過 越減什麼 口訣 越小 OK 老師他寫 他是寫大於勒 所以答案錯了 應該怎麼 要改為 小於才對 答案已經錯了 再看後面這句話 對不對 OK 12加7 19對 可是呢 要越加越 越大 對他也錯了 對不對 應該要改什麼 改大於才對 所以兩個都錯了 OK 所以答案呢 就是錯 有沒有問題 變這個意思來看 第二詞題 K如果屬於整數 不要忘記 整數有負整數 正整數跟0 所以不一定是正數 OK 好 他說這樣 而且呢 這個 問這個 是 這K 要求K 沒有錯 我講過了 其實這種題目很簡單 你直接看 你可以知道答案 不過按照剛才我們的所選 我們都希望說根號可以先不見 再判斷 好像感覺比較不會犯錯 好像是這個樣子 OK 這是根號5 然後這個小於K 這個是小於根號什麼呢 根號12 好 這樣箭頭 三邊如果我們平方之後呢 就是5 中間的話就變成K 平方 那這裡呢 就變成12 好那你告訴老師 這樣K 會多少 老師 這樣好像比較不會犯錯 還好啦 哪一個平方會大於5 2平方不行 4 3平方可以9 9大於5 剛好小於12 老師 K就是3 太其他數也不行 當然啦 你直接這邊心算 也是可以的 老師他答案3 他答案是對 好就變成這樣子 看22題 一樣的K如果屬於 整座 題目呢要求K K就兩邊 那我講過了 這題目一樣道理 你可以使用剛才 直接看就可以了 當然 你也可以像我這樣子 就是把根號呢 先給拿掉 對不對 這是 原來的式子 好 我說老師 好 錯了 好 它是K 小於跟到17 再小於 K加1 好這個箭頭 一樣道理 三邊的平方 平方之後呢 就是K平方 平方之後是7 平方之後呢 注意要括號起來 就是K加1 括號平方 好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很快速 判斷出K來 你沒有跟到 畢竟比較不容易犯錯 告訴老師 KK帶3進來看看 3平方9 9 小於17 沒有錯 3加1 4 4平方 16 16沒有大於17啊 所以想4不行 3不行 好再一次 4平方可以嗎 可以 4平方16 小於17 5平方25 大於什麼 所以K呢 就大於4 對不對 你看 4就不行啊 3就不行啊 這答案是4 對嗎 對沒有錯 答案就給了4 有沒有問題 好 23 24打無線 他們是考雙重根式 當然 基本上也是 蠻簡單的 看這個同學 對了 雙重根式呢 這裡面的根式 裡面的根式 前面係數 一定要2 OK 為什麼 因為我們到後面 要換作 和的平方 或者是 差的平方 按照公式本身 中間項是2AB 是老師 一定要先記得 裡面根號前面 寫書 一定要畫成2 喔 所以這題目呢 不行喔 好你看喔 所以呢 我就直接寫 原式啦 原式化為什麼東西呢 17 你照抄 這個要2 4等於2乘2 把2一個放進根號裡面 放進根號裡面要平方 這變成4 4乘18 就72 對 拿出去要開根號 進來要平方 這個會吧 OK 好 等於根號 一樣道理同學 好 再來的話你要想一下 為什麼 因為這是兩素之和 兩素之7 這兩素如果當成A跟B 這兩素之和要17 兩素之機呢 要72 但你可以知道是 A跟B多少 通常我們從A跟B 來看 72做因素分解 1乘72 2乘36 那還是離這個很遠 哇老師那8乘9 72 8加9 17 對啦 這A可以當8 B可以當9 原來是如此 這樣了解為什麼 OK 所以這個呢 17可以拆成8 加9 8的話我們可以拆什麼 拆成根號8 我寫慢了 根號9就是3 加什麼呢 加3兩倍 72 算對嗎 對啊 8972 有沒有看到 就變成從來看 我寫後面 這個是這樣 OK 那這個呢同學 這個可以直接寫了 這個根號8 平方 OK 沒問題呢 OK 這個呢 這個東西就直接這樣寫了 就加上 就加上根號9 8號 看一下喔 核的平方 這個平方這個 這個平方這裡 加上 2AB 8972 真的是沒有錯喔 變成這個樣子 好那我教過你喔 根號 平方 可以抵消 這先平方再跟號 比較知道要加什麼 絕對值 這個裡面 你看看知道正的 這我們就省略可以嗎 變成什麼 老師 答案就是 根號8 根號9是3 就等於3加根號8 OK 有沒有問題喔 對他對了 他只是沒有把根號9 劃成3而已 不過按鈴尾 這樣對嗎 YES 好是2、3題 答案就是對的 OK 當然如果你夠快 就不用寫這麼複雜 直接看到說 這個8這個9 那答案就出來了 就跟到8加根號9 真的是這樣 當然呢 如果你要心算 就是如此 OK 24題 24題呢 一樣道理同學 我們直接寫原式 等於什麼東西呢 我們在這邊算一下好了 告訴老師老師 這個已經是2了嗎 對 所以呢 兩數之合 要值1 兩數之基 要等於30 那先算呢 OK這不用看 5、6就是30 5加6不是11嗎 不要忘記了 5、6、30 所以A是5還是6 這是減 所以A要比較大喔 OK 用大的減小的 OK 所以呢 我們把A 想成是6好了 把這個 B 想成是5好了 答案就跟到6 減跟到5啦 OK 答案錯了喔 不過我們先詳細一點喔 免式的話是變成這個東西 就變成這個樣子 OK 這個就變成根號6 平方 OK 一樣道理喔 就加上根號5 後面呢 然後 是減的 減掉兩倍的 根號30 這樣可以吧 好 這等於 根號 一樣到 這裡面的話 這個東西減 就叫大數 記得喔 減小數 不能用根號5 減到這個 好 就變成平方 好 等於 那我講過 根號平方 他要抵消之後呢 他加什麼 絕對值 不過 我們裡面 都大數減小數 所以絕對值就不用加啦 所以答案出來就根號6 減到什麼 減掉根號5 OK 他寫錯了喔 這個出來是負的不對 答案正的 對不對 為什麼 你想也知道喔 看這個的話 這是整個根號 根號出來的數 可能正嘛 對嘛 那你這根號5減 根號6 小數 減大數 是負的 明顯的 刺刺打臉喔 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呢 他當然是不對的 這樣了解 我的意思嗎 有沒有覺得 很簡單 所以呢 這兩個是國中數學 其實呢 心算 你應該答案 就馬上可以得到喔 OK 反正 多多練習 如果通過這個考核 我們 就可以往下跑囉 以上 好 那馬上我們就看到 第五個題型喔 那就是根式比大小 與雙同根式 OK 好那首先我們看到 精選範例第14題 那我們一樣先牛刀 小事以下下吧 好 看到題目先 觀點下列不等式 請選出 畫起來正確的選項 正確選項 而這題目呢 是複選題 哇老師答案 可能一個以上啦 沒有錯喔 OK 那馬上呢 我就下筆了 好 媒體我們都必須要 分析一下下 他說 跟道13 大於3.5 對還錯 這個 當然你可以直接去算出跟道13 可是很麻煩 老實 那我們可以把跟道給先消去嗎 可以 等號兩邊 不等是兩邊 平方 那就可以了喔 喔原來是這個樣子 跟道13 大於3.5 這個對嗎 不知道 我們先兩邊平方 平方之後呢 左邊就是3 這個大於照超 右邊的話呢 就是3.5 老實老實 那你要算跟道13 可以算3.5平方 你寧願算哪一個 當然3.5平方啊 這很容易算 對啊 算完之後這個是 12.25 喔原來這樣 你旁邊算一下 只需要20秒 欸 13有大於 13 不大於12.25 OK 哇老實 這答案出來的結果 好像 是真的耶 對沒有錯 答案是 很簡單嘛 答案就對了 所以你發現沒有 有跟道真的不好周應算 所以要把跟道拿掉 兩邊平方 就可以了 第二題 也是一樣的 跟道13 他說 小於3.6 你認為 對還錯呢 這個很簡單 OK 基本上 只要兩邊平方 就可以算出來了 平方 13 小於先照超 3.6的平方 這個呢 一樣旁邊算一下 是12.96 哇 13有小於12.96嗎 老師 好像沒有耶 所以答案是 錯的 有沒有感覺 非常簡單 OK 所以前面兩題 很簡單 C跟豬也很簡單 OK 老師老師 這個你不會對不起我啦 13-3剛好10 哇 越減越什麼 越小 他現在寫大 錯了 OK 哇 這個也錯 好 老師 那我們該怎麼改呢 我們稍微寫一下好了 13 再減掉 3 這個呢 應該會小於什麼呢 10 那才對 OK 好 再來 第豬 那一題也是一樣 3到13 他寫加3 告訴老師 越加應該是越大才對 OK 那13加上3就是16 12就是4喔 所以你這樣子來看 他寫大於嗎 對的 OK 所以答案是對的 A跟豬 都是對的 好 最後一小題 這小題是裡面計算比較複雜的東西 同學你看一下 這個分母 有根 當然 我們必須要先 有理化分母 OK 有沒有問題喔 所以呢 我這邊寫一個 原式 OK 原式的話你會發現 有理化分母 分子分母同乘 根號13加 根號3 分母變成 13-3 就是10 分子的1 我們就不寫了 這就是13 那什麼呢 再加 根號3 這樣可以吧 大於 0.6 我們先照照 化解一下 如果 這個大於能難對 那就對 如果是矛盾 那就錯 OK 好我們加一個 箭頭 80 往右移 所以 根號13 再加上 根號3 大於 10乘0.6 就6嘛 對不對 好那我請問你 這個對還錯 這個還是根號啊 對 基本上的話 你要注意喔 這個右邊 其實 13 就這裡喔 對不對 老師 這左邊應該會大於4呢 不是你說大於4 你能確保 這這個人啊 對這個人是大於4 沒錯 從剛才的 這個第 朱小題 他是大於4 可大於4 你能確保大於6嗎 那可不行喔 這題目的你要注意一下喔 比如說這樣子 對不對 他這4在這裡 對不對 老師 他的值大於4喔 這邊 這邊對不對 大於4 可是呢 大於4人 OK 你能說他就大於6嗎 不行喔 如果說他在5的話 5大於4啊 那5就沒有大於6啦 合理合理 可是同學 這個6 今天 OK 如果什麼 我把它改為3 那可以嗎 可以 OK 因為他就大於4 對不對 如果改為3的話呢 老師 喔 很有趣的耶 對啊 如果改3這裡 我告訴你我大於4喔 那大於4 有大於3嗎 廢話 OK 當然就大於3 哇 這樣了解喔 這題目 都在我們的玩弄之中 OK 老師這個呢 不行 不行怎麼辦呢 要使用頭髮煉鋼 兩邊要平方 OK 怎麼平方呢 兩邊平方 我加箭頭 平方變成合的平方 這個平方13 這個平方13 清算13加3 16 再加上2AB OK 跟號13乘 跟號39 就跟號39 OK 那我請問你 這個呢 也要平方 平方之後36 好像比較簡單耶 對 OK 你可以再移項一下 2 跟號39 大於再超 一過去 36-16 20 那我請問你 這個大於 對還錯 啊 比較簡單耶 對 如果你還覺得不行的話 你可以再平方一次 那我認為是 不用了 OK 39等於6點多 乘2 等於12點多 12點多再怎麼乘 也不可能大於20 啊 老師 對對 這個我們通常會寫說 這個不等式 不成立喔 那就要說 它不會大於 應該要小於 所以答案 就是錯 原來如此 懂不懂意思 很簡單 對不對 好 那這樣答案來囉 OK 這答案 我們會選 A跟豬 好 也是非常非常漂亮吧 這樣可以嗎 這你看到沒有 這種結起來 非常駕馨 而就熟啦 OK 你多多練習 我相信 你也會一樣 厲害的 好沒問題 我們就再往下錄 同學 我們看到精選翻例第15題 這題目呢 當然是主舌頭 而且呢 打一個星號 這題目還蠻重要的 等一下的結論 也是很重要 好那我們看題目先 你知跟號5小微跟號6小微跟號7 這是廢話的 他請問你 跟號6 當基準畫起來 這個呢 圈起來 跟號6他問你 是比較靠近跟號5 還是比較靠近跟號7 啊 有這種題目 有啊 這種題目你必須要像我一樣呢 畫出數線圖 比較能夠了解各種奧妙 好同學你看喔 假設呢 跟號5在這裡 OK 跟號5 對不對 跟號6 夾在這裡 對不對 跟號7夾在這裡 好就變成這樣 大概差不多這樣子 同學你看 等於在求什麼意思呢 老師 求跟號6比較靠近他 要靠近他啊 那所謂靠近的話 當然就等於在求他們距離 合理合理 這個距離 跟什麼 跟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呢 當然是要加絕對值 但是 如果 我們不想加絕對值 距離 可以用大數 減小數 那就 不用加絕對值 這個距離 等於跟號7 減什麼呢 減跟號6 距離呢 等於跟號5 OK 不對 等於跟號6 減什麼呢 減掉 跟號5 OK 老師 那我們等於在比較這兩個長度的大小 對 沒有錯 今天如果這個比較小 就換句話說 跟號6比較靠近跟號7 依此 兒淚推 老師沒有錯 老師那不用教我會 比較這兩個數大小 剛才你教過啦 它有跟號 所以我們先平方 平方之後 再利用相減比大小 你這樣講我就蠻高興 可是這個題目 你會發現 如果沒有經過整理 你這樣做會很複雜 我可以馬上做一次給你看喔 OK 懂不懂意思啊 這個平方之後告訴老師 6加 什麼呢 6加5是不是11 對不對 減掉什麼 兩倍的 AV 6乘以5是不是30 真的耶 這個樣 將加之後是不是13 OK 減掉什麼呢 2AV 76 42 好那我請問你 這兩個誰這樣 1111 老師 好像 對耶 好像 有點難比較耶 對啊 有點難比較對不對 換句話說 哪怕你先兩邊平方之後呢 OK 你要靠相減的話 這邊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OK 那前面這個都不一樣啊 你怎麼比較呢 好像感覺 好像比較麻煩 一點點 對不對 好所以老師呢 目前 教你一個偏門的方式 蛤 什麼偏門的方式 這個 如果你發現說呢 這個呢 好像感覺 不好做的時候 其實呢 他都已經有數據啦 像5 6 7 那我們其實可以狠一點喔 我們就直接採用 Try and Error 中文叫做 嘗試錯誤法 什麼意思老師 他 他要比大小嘛 對不對 那我們就先假設一個 他小於他好了 啊 大於也可以隨便你 先假設 對啊 嘗試啊 他如果等一下 我們小於之後呢 然後經過呢 處理發現說 小於是對的 那就對 如果發現運算完之後呢 小於是錯的 是不成立 是互相矛盾 那就改大於就好了 這樣也可以 可以 那你想想看呢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呢 你這樣做 可以避免剛才的麻煩 所以同學你看喔 一開始 我下筆就要寫令 令就是假設的葉證 我假設根號6 點掉根號5 小於我掰的 OK喔 你也可以假設大於 跟到7 點根號6 如果 同學 我的目的 就是要驗證 這個小於 對還是錯了 那先假設他們對 那我們現在運算了 那我可以移一下嗎 對不對 這個什麼 根號6 往這邊移 根號5 往這邊移 那就變成 根號6 OK 再加一樣 這個是根號6 小於 這個呢 為什麼呢 根號5 再加 根號7 這樣可以吧 可以啊 這樣不影響等號碼 OK 變成這樣 請一下 老師 為什麼你要這樣移呢 我們國中學過了 一般在根號比大小的時候 這兩個人相加 有沒有都一樣 真的一樣 那就可以比較喔 6跟6加起來12 5加7 還是12啊 那這樣 兩邊平方之後 會變怎樣 平方之後新算吧 這個平方6 這個平方6 6加6 12 再加上2AB 對不對 66 36 這個造草 這一樣的 5平方 57平方7 5加7 一樣是12 加上2AB 對不對 57 35 有沒有看到答案啊 老師 這真的耶 有沒有看到 比這個簡單多了 真的耶 同學你看喔 我再加個箭頭 這個呢 一樣道理 兩邊同寫12 就不見了 兩邊同數於2 就不見了 哇 那時候下根號36 就是6啊 對不對 這個一樣造草 小於 根號35 有沒有覺得很酥皮啊 好到這邊我想你已經沒辦法寫下去了嘛 那我們就要驗證一下 告訴老師 這個成不成立 這個6 這個345 這個怎麼可能大於他 所以這個呢 有沒有覺得不成立啊 這個不成立耶 對同學 這個是不成立的喔 換句話說 回到這邊來 這個呢 不成立 換句話說要改過來才對 這樣聽懂嗎 他如果這個成立 就是小於啦 原來如此 所以我們下結論 所以我們嘗試錯誤法到後面找出 這不等號 你剛開始 所假設的小於是錯的 那我們就反過來寫就好啦 所以根號6 -根號5 應該要大於才對 把這個小於給大於 根號7 -根號6 哇 答案出來了 告訴老師 看這邊 這一個 答案出來的結果 應該是要 大於才對 這個錯啦 哇 老師大於勒 換句話說 這個距離大於他 換句話說 根號6 比較靠近誰啊 當然是根號7啊 呃 對對對 OK喔 所以 所以 根號6 螢幕手球 我們就要這樣寫的啊 他是比較 接近誰呢 接近 根號7 答案 就是如此 這樣 有沒有完全聽懂 老師的解釋呢 哇 這真的不錯喔 OK 所以有時候你會發現喔 遇到根號比大小 還是蠻麻煩的 了解我的意思嗎 你必須要能湊到說 這兩個人相加一樣的時候 或者是相乘一樣的時候 也可以的喔 但是 這個題目很明顯的 只能湊到兩個人相加一樣 對不對 你看啦 5加712 6加612 那相乘一樣 不太可能啦 你怎麼乘也不一樣 57345 6636 再怎麼乘 再怎麼湘 也不可能是一樣的 這樣了解我的 意思沒有 OK 好 那這題解完了 再來 我就要做一個小小的結論 這個結論其實 蠻重要的喔 什麼意思 我請問你喔 這裡是567 那我請問你 跟號4在哪裡 我這樣問你好了 跟號5跟跟號6的距離 跟跟號5到跟號4的距離 哪一個比較長呢 老師 難道是有機可群 有啊 你看到沒有 這個越往右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短 這個長 喔 越往左的話 對 跟號4 應該在這裡喔 假的 對 跟號4的距離 應該要比這個 還要長 我畫的 太好 反正 這個短 這個中 再長 如果跟號8在哪裡呢 跟號8應該會在這裡喔 越來越短喔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沒有 越來越短 這樣聽懂 我的意思嗎 所以記得喔 有個前提喔 就這兩個差 8-7 17-6 16-51 這樣才可以做比較喔 那如果這樣的話呢 這數學會往右 兩個根號 差就減 會越來越小 喔 這樣聽懂嗎 越往左 越大 越往右 越小 剛好跟正向相反喔 正向是越來越大 不是喔 他剛好 差 是越來越小 這一點 可以編成一個結論 來看喔 哇 很帥 老師 那一定要是876嗎 如果8 你看喔 8 6 4 可以嗎 可以一樣道理 86是這個距離 64這個距離 那很明顯 一樣道理嘛 越往右 就越小 這樣聽懂這個解釋嗎 合理合理耶 這個結論 還蠻重要的 一般學者 會考在一些觀念的選擇題 你可不能夠疏忽喔 OK 好啦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你就好好的小話一下下囉 以上 那同學 那我們看到 精選發念第16題 這題目呢 當然只是基本題而已 看起來很難 其實蠻簡單的 好看題目 目前 如果N小於 這一串 雙重根式 沒有錯 我講過 圈起來 這個呢 裡面根式前面一數 一定要等於2 懂不懂意思 所以你要畫作2喔 OK 把它畫作2 當然呢 8等於2乘4 4就要乘進根號裡面去 好小於N加1 畫起來 N為正整的數 如果這邊3 這邊就是4喔 OK 一樣道理 好 你會幫我求N 有沒有感覺 跟剛才很像 我直接下筆了 好 這等於什麼東西呢 這個N我照抄 裡面的雙重根式 我們要先處理 OK 就變成這個樣子 好 18 OK 減掉2 一樣的 8乘2乘4 是進來平方 平方16乘什麼 乘上2 這個是 32 OK 這個是 N加1 OK 再來我加個線頭 變成 N 我就照抄OK 這裡面的話同學我們可以心算 這個 兩素相加要等於什麼呢 48 兩素相乘要等於32 這個位置相加裡面相乘 那告訴老師心算吧 48 48 12 4加8 不會等於這東西 OK 問老師 48不行的話 如果用246可以嗎 可以 2632 2加16 S 所以可以OK 不要忘記它是減的話 對不對 所以減 2跟16的話呢 這個A 我們可以當成16 這個B 當成2 使用大數減小數 才能避免 這個根號出來 負責 OK 老師那我會了 這呢 這變成根號 OK 多少呢 很簡單 4 16加2 OK 等於根號16 OK 16 我們直接寫了 減掉根號2 花號 平方 你這樣比較快了 不要寫那麼多了 OK 好那我們check一下對不對 這個和X的平方 這個16加12 加2就是8 對啦 減2A 兩倍的 根號16 乘根號2 32 對了 所以你寫到這邊 要記得回覆 再check一下下 變成這個樣子 好老師 這教過我們呢 平方之後再根號 抵消之後 再加什麼呢 絕對值 這個不用加了 因為我們是用大數減小數 所以裡面 橫正 這時候呢 我們當然就可以知道說 老師 那N就會小於 下掉之後呢 分到16等於4 減掉什麼呢 減掉分到2 然後後面的話 我們照抄 那就可以了 哇原來是這個樣子 好同學 這個是像不像 剛才我們學過的像 OK 所以呢 其實我們可以先算 N多少 分到2 1.4E4 4減掉1點多 是不是等於2點多 對 2點多 那N要小於2點多 所以它叫 第一個整數 是不是應該是要2 因為N正整數 2 2可以喔 那這個是3 3能不能大於2點多 好像有耶 OK 那是 這N 就會等於2 Check一下 這個呢 注意一下喔 這個 點出來之後 等於2點多 2點多 對 2小於2點多 OK 那3 會大於2點多 所以呢 N就是2 無誤啦 有沒有問題啦 有沒有感覺 非常非常簡單 這題目呢 考了兩個重點 一個是雙重根式 你會化解嗎 化解完之後 這個 當然 就變成這樣 那以前我們教學的時候呢 這邊會用平方 其實我覺得這題目 就不用了 老師你說 遇到根號 三邊平方啊 可是它的4減跟到2 你平方之後 還是會有根號啊 這時候呢 就不用再多持一句啦 直接判斷 那就可知道 答案了 了解 我的意思嘛 有時候 還是需要 變通 以下下的喔 OK 如果沒有問題 你要多多 練習囉 上 好的同學 現在我們看到精選發列第17題 這題目呢 當然也只是個基本題而已 不過考得不錯 我們看題目先 根號11加根號70 老師 雙重根式 對 能化解我們就化解了 他說 它的小數部分 為X對不對 所以 所當其中 我們必須要先求出小數部分 老師 根號這裡面的話 前面係數 一定要2啊 對沒有錯 所以呢 你必須要先對七值做 所為元素分解 當然 清算也是可以看出來 反正anyway 第一時間 我們一定要先求出小數部分的 你看 原式 我直接寫了 等於什麼東西呢 這是根號 OK 11 OK 加上這個一定要2 對不對 2提出來等於是什麼 神進來等於4嘛 對不對 這72除以4 就是18 OK 可以嗎 這把二分進來要平方4 4乘18 72 清算也是可以的 OK 再來 再來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清算了 兩數之和 OK 在這裡 等於11 兩數之機 等於根號裡面的18 好 2918 剛好啦 所以一個a 等於2 一個等於9 就變成這個樣 這個當然呢我們就可以寫根號2 再加 這是加碼對不對 就根號9 括號平方 好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呢 再把平方 根號 比較 比較之後呢本來要加絕對值 可是這裡面正的碼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不用加 直接就根號2 加 根號9 這等於3的意思 OK 這等於3 好就變成這個樣子 好同學 你要注意一點喔 他說我們要求這個人的什麼 小數部分 那我教過你呢 分到2 是不是1.4 1.4 小數部分 OK 1.414 等於把本身的1.4 減1就可以了 這個我教過你 1.414 整數部分是1 減掉整數部分是1 就可以了 同學 為了讓等號可以成立 你這邊減1 那前面呢 就要減1 所以3加1 是不是 分號2 減1 check一下 4減1 就3 一樣呢 分到2 這樣可以知道了解意思嗎 同學要注意喔 這個呢 就是小數部分 就是題目給的 x 這樣了解嗎 哇很簡單 真的很簡單 所以所求 OK 我拉到這邊來 f加2 分之 x 等於什麼東西呢 我們再進來吧 更號2 減1再加2 我直接寫了 減1再加2 變成加1 這算呢 就是更號2 減掉1 好 就變成這樣 有理化分母就可以了 乘上更號2減1 變成2減1 就是1啦 OK 這邊一樣 在乘上更號2減1 變成什麼呢 分號2減1 關號的 平方 變成這個樣子 1不寫了 這個 平方之後呢 這個2 1 這等於3 OK 減掉2ab OK 跟號2乘1 它就是跟號2 OK 哇 答案出來的結果 答案出來的結果 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蠻簡單的 有沒有問題呢 好 這個呢 當然你要多練習 它畢竟屬於基本體 這個地方一定要特別小心 OK 就是跟號2呢 它的小數部分 是0.41 所以就減掉 整數部分的1 那就可以了 這樣了解 我的意思沒有 好啦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再往下跑囉 那我們看到演練第27題 這個題目呢 吐舌頭 有點進階 所以呢 如果你看到 我就在表題 可以打扮 這題目呢 其實也不難 裡面有一個轉折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下 看題目先 假設n 畫起來為正整數 正的 而且符合n分之n加3 小微跟號3 小微n分之n加4 老師好多n喔 對喔 他說符合這個不等式的n總共有幾個 題目呢 當然選擇題 看幾個 當然首先 你看呢 我們先簡化一下 按照分配率 1加n分之3 是1加n分之4 欸老師 說有1耶 對啊 所以我馬上下筆了 我們建招拆招 他整理成最簡單的 那 就是 可以了 OK 好 就是等於什麼東西呢 變成1加上n分之3 小於 就是根號3 稍稍 再小於 1加 3分之4 同學你不要忘記 n這個正整數 就變成這個樣子 好 我再加個箭頭 我們全部三邊呢 全部減1 可以嗎 可以 這變成n分之3 減1之後呢 同學 根號3 減1 這個呢 變什麼呢 變成n分之4 好 變成這個樣子 其實呢 到目前為止 同學 我們呢 再把它整理一下 老師 你講過了 根號的話不好看 要是全部都平方 如果你平方的話 這個題目 當然也可以 感覺又更的複雜 一點點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不需要啦 我們三邊同乘n就好了 讓n 長在中間 對 乘n之後呢 這變成3 對不對 這個括號起來 來根號3減1 乘上n OK 這乘n之後變成4 這樣好像 這樣好像就可以了 不是嗎 OK 好 所以呢 我們n 就可以知道答案為多少了 老師 至於3到4 不要忘記 n為正整數 OK 那我們先探討一下下吧 根號3 減到1 多少 老師 根號3 1.732 減1 不是0.732 左右嗎 對啊 0.732 n n為整數 那這樣太簡單了 n代1 不可能大於3 n代2 n代3 n代4 4的話呢 好像還沒有到3喔 OK喔 4 OK n代5的話呢 帶5進來的話 你就會發現 OK 3.5多啦 真的呢 3.5多 大於3 就小於4啊 OK 老師 如果 n代5的話 可不可以 可以 帶4的話 還沒有超過3 你可以答案看 帶5的話 是可以的 帶6的話呢 6 哇 4點多了耶 那大於3 可是 沒有小於4喔 所以老師 n只能補一個而已 對沒有 所以呢 如果這樣的話呢 符合答案的 只有一個人喔 所以我們答案 就會選 A 這樣 了解沒有 哇 原來這麼簡單 對啦 有時候還是需要靠一些 我們的 基本的記憶啦 像根號3 是等於1.73了 減1 0.73了嘛 這個乘以n很容易啦 因為n正整數嘛 所以你也不用再怎麼做什麼 在平方反而是更複雜的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沒有 這個呢 要注意喔 所以呢基本上 多練習 我相信呢 你的靈敏度 就會提升一些些啦 OK好啦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OK 我們就再往下囉 對 這讓我們看到演練第28題喔 這題目呢 當然也是吐舌的喔 或是 你就看不到我了 還不錯考得很好答應喔 很久之前的學測 83年喔 那我們看題目一些 假設A等於根號7加根號47 那是雙重根式 耳式啦 可是好像又不是 啊為什麼 因為這裡面的根號呢 沒有辦法化作前面係數為2啦 真的嗎 47你也沒有辦法因式分解出 2根號什麼 不行 啊對耶 所以他沒有辦法整合成 剛才那個公式喔 不行 你不能化作裡面 合的平方 或者 差的平方 那都不行了 不過安妮偉 他問你說 這個人 他在哪兩個 連續畫起來 整數之間 哪兩個 比如說答案出來2點多 他就在2跟3嘛 如果答案3點多 他就在3跟4嘛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沒有喔 哇老師 我不曉得怎麼下筆耶 沒有錯 他雖然長得像雙重根式 可是呢 他沒有辦法進行很棒的分解 那怎麼辦呢 反正我們到最後 就找出A的範圍嘛 對不對 像丟A等於多少 不如2點多 或3點多 這個樣子 所以老師 我們要一步一步 把它拆開 對沒有問題喔 如果你要拆的話 那記得喔 兩個根式要從內往外拆喔 喔老師 一定要這樣 對 所以告訴老師 我們就寫個因為 回答我 根到47會介於哪兩個整數之間啊 合理喔 7749 喔OK 你的答案出來 6點多 它會小於7 OK大於6 合理嗎 OK 這答案是6點多 還不到7喔 有道理喔 好 慢慢的 你把它湊成 跟什麼呢 跟那個A請示一樣 同時還有7 它裡面還有加7耶 這三邊同加7 6加7就是13 OK 這個就是7加根號 47 這個呢 再加一個7 這邊就是14 慢慢 越來越靠近了 加個箭頭 同時 它還有開根號呢 這沒有錯 開根號之後 三邊同開根號 就變成這個樣子 7加根號 47 這個呢 就是根號 14 有道理 OK 老師 我發現 我們找到什麼 我們找到A了喔 OK 這一串 是不是就是A 我們寫A 這個呢 我們就照照 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感覺 簡化很多啦 真的是這樣子 老師 之前 我們說要找出A 答案其實就已經出來了 A到底誰跟誰 如果你不要的話 你可以三邊在平方 在平方回覆到這邊來 感覺好像周辭一舉 不過 還是可以 OK 平方之後變13 變成A 平方 平方之後變14 這樣反而更加更加清楚 倒數老師 A 不要忘記喔 A是多少 A不是整數 那A多少 老師 A3 如果3平方9 還不行 如果4 4平方可以喔 4的話 平方16 大於13 可是呢 16沒有小於14 所以老師 A 好像 這3點多耶 對 沒有錯 3太小 4太大 所以就3點多 所以A 可以借哪裡呢 就借3到4之間 有沒有簡單啊 很簡單嘛 你自己猜一下 答案就出來了 OK 合理合理 3太小 4太大 那就3點多嘛 3.5 3.6 算看 就可以知道 他總大於是3 小於是4嘛 所以他問啊 借於哪 兩個連續 整數之間 答案就3 跟4 OK 所以呢 我們答案 所以你看 這個都不難了 OK 所以我們答案選誰呢 3跟4 我們答案當然就選 豬 好 以上 有沒有問題喔 老師 感覺也恰心 救手呢 沒有錯 我的責任是告訴你怎麼下筆 OK 所以很多人看到 雙重根是 一直要湊 那個怎麼合的平方 OK 那合的平方問題是 裡面的根號47 你根本就無法化成 2根號什麼 不可能啊 OK 那如果這樣的話就甭坦了 喔 就能使用 就只能使用 土法煉乾 像我這樣 一直一直往下做分析 你說難嗎 喔 老師不會啊 看你做都很輕鬆 對 所以你要去體會 我的思考邏輯 跟我的思緒喔 而不是只是看這個結論 這是沒有意義的 這樣了解 老師的意思沒有 好啦 請你多加多加練習囉 以上 大家躺起來 再來我們看到演練第29題 這個題目呢 看起來很複雜 可是它還是屬於 進階題 OK喔 那我們看題目先啦 A等於這一次 跟號10加跟號7分之3 B等於跟號7-2 這幾乎不用畫錢了 OK 那C等於 雙重根式 雙重根式我講過 裡面根式前面 一定要2 對不對 21繼續變4 所以520除以4 130 好像可以喔 OK 那這樣的話我們等一下 把A V C 先畫錢一下 OK 畫成根號 根號裡面 一樣 你才能比大小 OK喔 懂不懂我的意思啊 那這樣的話 請問你 A V C 的大小關係 是什麼呢 好我們先看第一個呢 先把A做畫檢 OK A畫檢的話呢 就變成這個樣子 OK 它是根號10 加根號7 分之3 OK 有理化分母的話 我們乘3 根號10 根號7 OK 變成不相差嘛 10-7 就是3 這個3 我們知道 是根號10 減掉 根號7 好約分之後呢 就變成根號10 再減掉 根號7 好沒問題 OK A很簡單 B的話呢 就是根號7 再減掉2 OK P老師 這樣的話 這兩個 會差在什麼地方呢 OK 同學注意看 我如果寫個東西 你就會知道說 好玩喔 你幹嘛這樣寫 還記得嗎 剛才我們教過一個東西 老師10跟7差3 7跟4也差3 有沒有記得我講過了 一往右邊的話 它的距離越小 對 基本上你還記得嗎 老師我還記得記得 這個畫就給你看 這個 小數線 還記得嗎 剛才我們教過這個的時候 你看 這是 4 7 10 OK 小數在這裡 7在這裡 10在這裡 那我講過了 我不曉得有沒有印象 老師我還記得啦 OK 如果這個差一樣 10-7 7-4 也3 這樣呢 開根號之後呢 這根號差 這個越往右邊越小 對嘛 這個如果你記得 這邊就反應過來 這老師用心良苦了 對不對 老師 C的話 一定跟他有關係 沒有錯 看好了 C的話 等於什麼東西呢 23 我先提出2可以嗎 不用寫那麼多 24 那除這個呢 130 OK 130 兩素相加等於23 兩素之基等於130 那答案誰呢 看你知道嗎 10跟13嘛 10加13 23 10乘13 130 這是什麼 減得喔 記得喔 所以10跟13 大數要放前面 OK A等於13 V等於10 這樣才可以 對不對 萬老師 這出來答案多少 我直接寫了 就是根號13 再點掉根號10 對吧 本來是平方在開根號 他需要下掉之後 變成根號13 點掉根號10 這道是 你卸進在掌握中 對不對 你看 詞在這裡對不對 13呢 13可能又更短了喔 這裡假設 根號13在這裡 OK 你看 一切在我們掌握當中 越往右邊呢 這兩個差 就越短越短 不過 有個前提 一定要掌握住喔 就是 13跟10差3 10-7 7-4 3 這樣才可以 可以做比較喔 哇老師這太棒了 OK 有沒有看到 好題目 所以 答案 可以下筆了 對不對 這個是最小的 OK 這誰呢 這就是這個 距離對不對 最小的 B呢 剛好是在 B B是什麼 B是最大的 OK A A這段 對 你看喔 我寫清楚一點 這裡 7跟4是B 不要弄錯了 10跟7是A 這段呢 是C 哇水老師 他就很清楚啦 他題目是用大語來表示的 所以呢 B最大 再來就是A 再來就是C 反過來寫C 小於A 小於B OK 懂不懂 所以 我們答案 CAC誰啊 VAC VAC 答案選豬 好以上 笑話 一下一下 有沒有感覺 很有趣啊 哇真的耶 這裡如果這個12 你沒有畫成根號4 你就浮不出 這一種感覺來 喔 老師還不錯呢 這剛才正課 講義內容 我們有 覆習到這個喔 OK 有沒有印象 一回聲 二回首 希望你看第二次 就已經很厲害 很厲害 OK 好啦 多多練習囉 以上 同學 再來我們看到 演算範例 第32題 這題目呢 當然也是屬於 進階題喔 老師 這在看之下 很簡單耶 對 他之所以為進階 後面有一個小小的轉折跟美鋼 你要好好把它抓住 當然 如果看到我 代表你被打敗了 否則 這題目 是演算翻例 你應該不會來找我才對 好看題目 A等於根號 雙重根式 6-根號32 我講過了 前面的係數 一定要先化作2喔 OK 好請問你 做完之後 A的整數部位 以及純小數部位 各為合啦 當然看起來很簡單 所以呢 我們直接可以下筆 A A等於什麼呢 就是這個東西 6 對不對 看什麼 剪掉 不要忘記喔 我提出2以後 代表什麼意思呢 你看2 往裡面放 這叫4 32除以4 就是8 OK Shake一下 48 32 那對了 OK 那我們知道 兩素之和要等於6 對不對 然後兩素之基 要等於8 好 這個很簡單嘛 42的8 4加2 就6 如果同學 他是減的話呢 前面這個數比較大喔 後面這個數比較小 這樣才能確保 整個根號出來的值 為正數 那我直接寫了 就是根號4 減掉誰 根號2 有沒有看到 這樣是正數嗎 對不對 OK 那這個呢 化開等於2 再減 根號2 變成這樣 老師 這個部分就是A A呢 配分整數 跟小數部分 到底誰是整數 誰是小數呢 這個 你看一下就答案了 跟號2是不是1.414 對耶 同學 1.414喔 左右對不對 1.414 以前如果寫2加跟號2 你要仔細聽喔 2加跟號2 是多少 1.4加2 3.414 所以 他的整數部分 多少 就是大概什麼 就是3嘛對不對 OK 3沒有錯 3 OK 3.414 小數部分多少呢 為了讓這個留下來的話很簡單 1點多嘛對不對 減掉整數部分就可以了 4點跟號2 減1 大家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看喔 3減1還是2嘛 很難成立了 OK 了解我的意思嘛 所以心算的知道喔 如果這種寫加的 他的小數部分 就剛好等於後面這個 0.414 OK 當然就等於 整個人減掉1就可以了 他整個人就是跟號2 減掉1 他會表達嗎 是我會的OK喔 好同學在看喔 那如果是2減跟號2呢 看這個題目一樣 OK 我們先算吧 跟號2 1.414 用2減掉差 不是 是0.5多了 對啊 0.586 0.586 你就不能用 這個減這個了 他留下來是0.414 哇 所以老師 0.586 這個減的話 那很簡單 怎麼樣呢 這是用什麼 這一點多嘛對不對 如果你想要 減的話 很簡單 就要取 比1.多還多大的整數 就用2去減它 用2減它 可以用2 2減跟號2 符號起來 這就是小數部分 這樣聽懂嗎 這個是小數部分 對應加 這個小數部分 對應減 所以減的話要取 跟號2 比跟號2還要大的 最小整數 就是2 你看喔 2減掉 1.414 是不是0.586 真的啊 有沒有看到 是減的嘛 對不對 好 等到未來要成立 你告訴老師 這個其實就相等了 所以呢 一般就是0了 0強 所以整數部分 就是0了 就是0了 了解 我的意思沒有 同學 你要注意喔 如果今天我改為這個3呢 3減掉 要跟號2 那答案 它的整數 為多少 很簡單 你可以確考一下嘛 3減1.414 當然出來是1.5多嘛 沒同事 1.5多 對 整數部分當然也是1嘛 對不對 那小數部分的話呢 怎麼辦 很簡單 就是 比跟號2多一點 照超 還是一樣 2減跟號2 那就是小數部分 整號有成立嗎 有 1加2 就是3 對不對 跟負得負 等號是成立的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很簡單 所以我想要介紹的是 這個小數部分怎麼呈現 OK 再加的時候很簡單 就直接 跟號 OK 減掉1 就可以了 OK 那如果說 在減的部分 同學你要注意喔 OK 這個說 要比這個人大的 最小整數是2嘛 用2減掉他本身 就會留下 小數部分啦 哇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沒有 這觀念真的是蠻重要的喔 好 我再測試一下 好 那老師不放心的話呢 我再測試一下 看你到底懂不懂 OK喔 好 比如4加根號3 OK 告訴老師 它的整數跟小數部分 分別為多少呢 老師 這根號3是1.732多嘛 對不對 沒錯 對不對 1.732 那加了4之後呢 5.7多 所以整數部分 當然是5啊 對 重點來了 那小數部分 就0.732嘛 對不對 前面整數部分是1 50到減1就好啦 對 一樣是根號3 減1 那就可以了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整數部分是5 小數部分 就根號3減1 重點來了 那如果是減的話 怎麼辦呢 同學注意喔 減的話對不對 4減到1.7多 是不是2.2多 哇老師 總數部分就是2啦 對沒有錯 重點是小數部分 怎麼呈現 OK 我怎麼呈現 0.2多 大概就是什麼 根號3就比他大的整數是2 OK 用2減根號3 那就可以了 2減根號3 出法就0.2多啦 對沒有錯 沒有錯 你看 2加2是不是 正負得負 等號也是成立的啊 合理合理 這就是什麼 小數部分啦 這樣聽懂嗎 那如果舉例 根號5你會舉例吧 老師我會啊 我問你喔 如果這邊根號5的話 根號52.236 哇 這邊呢 就要3減掉根號5 一定要比 2.236還要多的 OK什麼呢 最小整數 那就是3 OK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了 言歸正戰 答案是什麼呢 這是答案很尷尬 這是1.414 所以2減掉 1.414 就0.5多 所以它基本上就沒有整數部分啊 而是 沒有代表是0喔 你不要說沒有 這整數部分會0 那這個呢 我講過了 這個 是減的 那你想要知道它的小數部分 很簡單 就是比它大 這是2嘛 這是什麼 2減掉根號2 就可以了 就可以得到小數部分 0.586 OK 所以呢 這括號起來 2減掉根號2 它本來就是小數部分啦 哇 所以答案 答案就是這個樣子 OK 了解我的意思沒有 可以 OK 所以整數為0 對不對 然後小數部分呢 多少呢 然後小數 小數就等於2 減掉根號2囉 OK 好以上 笑話一下下了 有沒有問題喔 哇就這麼簡單 對啊 這題目呢 我想要講解的 就是這一些過程了 就是加的時候 怎麼呈現小數部分 那減的時候 又怎麼呈現 小數部分 我希望我的講解 夠仔細 你一定要給我學回去喔 這個倒是蠻重要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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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